嗨 歡迎回來 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沒有更新影片了 那最近的我到底在做些什麼 在忙什麼呢 說來話長 不過這次的影片並不是想要跟大家聊攝影 而是想要好好的跟各位分享近兩三個月 我個人的一個心情狀態 來作為一支微充實生活週期影片 一 二 三 I work the pen to make the ink transform On any particular service the pen lands on Dikiris hands on What's the beef? The coolie high-cold cheese High-post technique I drape on poetic landscapes and shapes Illustrate the paper space on the pens that paint The design when having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magic will tailor me status and plus frame But it's automatic, uh 六月的畢業典禮 用一支登出北藝的影片 來為大學四年進行一個總結 本以為可以面帶微笑地迎接新學期的受班旅程 但卻因為個人的低級失誤而徹底完蛋 我大概算是眾多有參加畢業典禮的學生裡面 極少數沒辦法畢業的其中一個例子吧 我分別修了一堂由不同老師所開設的一堂課程 但因為它的課名是相同的 所以系統會自動去將已經修過這堂課程的學生 可以排除掉 就代表我原本把所有的學分都已經算好了 結果卻因為這個系統的問題 所以導致於我等於是缺了一堂課的學分 但這個通知其實是 我應該提前就應該知道的 只不過那個時候我正忙著去處理畢業展的作品 所以就忽略了這件事情 一直到了要準備報到研究所的那個階段 它必須要你上傳你的畢業證書 那個時候我才真的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申請研究所的畢業條件就是 你除了已經確定錄取之後 你也必須要有一個等同學歷的畢業證書 才有辦法可以進行報到手續 那如果都不具有這方面的一個前提的話 也沒辦法保留研究所的學籍 所以我不得不面臨最壞的打算 就是我得放棄研究所報到 那明年再重考一次 不可否認這一切的努力 感覺就像是好像已經試了各種可以的方法 然後還是無法挽回什麼 明明你已經到手的東西 突然莫名其妙的又被別人從手中奪走 然後跑得好遠好遠 你無論再怎麼追 好像都追不到那個已經到手的東西 他就這樣子不見了 好像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起床 問了自己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拜託這是夢吧 拜託這是夢吧 真的是會有那種 你氣自己氣到全身發抖的感覺 咬牙切齒的氣自己 打從內心的氣自己 我想已經很久沒有對自己這麼失望過了 我覺得如果要從這些後悔 或者是懊惱當中掙脫出來 就真的必須要跟過去的自己和解才行 這三個月的時間我不斷地沉澱 也不斷地去思考 才真的打從心裡的勇敢去講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在完成拍攝 在完成剪輯的那個當下 其實某種程度就像是我原諒了自己 我原諒了過去的那個時間的斷點 我自己所犯過的錯誤 我告訴自己說沒有關係 既然我都已經給了一個交代了 那麼我們就再努力一次好了 現在的我是一個一學期就修兩學分的大四眼畢生 不過本來的我會以為 這樣的生活步調變得非常的空閒而且緩慢 但實際上比起過去四年的 那一連串的事情要做 我敢說這學期的自己 絕對是比過去來得更為的忙碌而且緊湊 挺意外的 也許是自己現在安排的時間變得非常的自由 所以你並不會被一個固定的課程給綁住 你要按時的去不同的課 然後你要按時的去繳交作品的進度 你要按時的平圖 你必須給許多人某種程度的期待 這些東西在當自己的時間變多的時候 都完全被排除掉 我開始去反思說這過去兩三個月 我過得到底好不好 那到底是一個實質上的充實 還是那其實是因為我沒有一個可以休息的時間 的一個勞動上的充實 所以現在的我是很需要那個微蟲石來補足 我因為受到打擊而殘破不堪的身心 這多出來的一年 我現階段會將它定義成空窗期 因為空窗期它產生的空白 不是那種讓課程 讓很多所事給安排好的空白 而是可以完全的依照自己的意願 去填補這段時間的空白 空白對我們來說多少包有一種不安 因為我們不喜歡所有的東西都交給自己來做 那我不確定我到底能不能 好好的去處理這一年的自己 我也不確定未來這一年 我是否又能再度的錄取到研究所順利的畢業 去進行到生活的下一個篇章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會主動給予答案的 因為我很清楚我現在想要做什麼 甚至比起大肆畢業確定錄取研究所的那一刻的自己來說 我覺得我現在算是有顯著的比過去來的更清楚 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麼了 既然這樣子有沒有找到這些答案 或許都不是現階段的自己需要去煩惱的事情 講了這麼多 這次影片就稍微在這邊打住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麼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